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马尾酥,又酥又香,非常好吃 盆中加入400克面粉,5克盐,一勺五香粉,一克小苏打 把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先加入20克食用油,把油和面搅拌均匀 再打入两个鸡蛋 80-100毫升的清水,搅拌成面絮 搅拌好以后,加入适量黑芝麻 揉成稍硬的面团 揉好以后,盖上盖子,醒10分钟 醒面时间到了,取出面团,不用揉,直接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开以后,像这样用擀面杖一边卷一边擀,尽量擀薄,擀得越薄,炸出来的成品口感越酥 擀好的面皮比馄饨皮稍厚一点 先把面片对折,压出纹路 然后展开,沿着折好的纹路对半切开 把两张面片搅拌在一起 再从中间切开 把四张面片搅在一起 分成小块 取其中一份,把它对折 先在中间切上一刀 然后在两侧各切三刀 切好以后,把面片展开 捏住两头,从中间的位置翻过来 这样一个生坯就完成了 全部做好以后,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炸至全部飘起以后,轻翻动,让每一面都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酥脆,捞出 这样我们的马尾酥就制作完成了 舀一口又酥又香,一碰就掉扎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